臺灣美鳳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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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臺灣美鳳早在清朝忘年的時候 就進行開傘 主要的貨賣分布在 未方的貨道進口之間 所以當地有美鳥的城堡 所以當地有美鳥的城堡 為了開傘美鳳 於是興建了一條起路支線 叫平溪線 從三郊裡經過石鎮到青鴻 這一步上可以看到 每一年份山鎮與溪水 和幾處廢棄的礦場 近幾年來 接收電影和廣告的曝光 平溪線已經成為給戶居民 駕入的無可距離 最早的開創者 並不是臺灣前部區 而是當年臺灣最大膽的礦業者 臺灣公司 以前我們在這裏公司 平溪到後 都是出船 沒外 沒有四十年 十年 十年是最多的 那時候每天京東站 阿羅漢哥 將近有一千五 十五站外 也有五百多人 他讓火車 從貨車一定要到幾趟 應該十趟 一天四趟 一個應該五 現在呢 所以一定有幾趟 現在 現在少多了 現在每天只有一趟 火車域民的次數 從每天十趟 減成一趟 而當地 因為大批房東引入 而曠光一時的 十分車站存在地挺西鄉 當初人口 有將近一萬五千人 生產量每年有十五萬元之多 到現在 人口剩下不到一半 產量 也只剩下三萬元前的左右 而平溪潛入人線的十四個礦坑 更紛紛走上關閉 貼心的利率 目前只剩下兩個礦場 還在繼續開採 那就是重荒煤礦 和新平溪礦